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 台湾的房地产还是真的很惨 这个到12月10号为止 今年公开的建案越来越少 也是少指化 对 不仅是惨 而是非常惨 惨不见底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台北市的先建案 只剩123件 总推案量是1684亿 这个对照之前 2013年2014年的一个高点 是2700亿比较起来 整个推案是不停的一个维缩 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 最主要就是 如果你是新建案的话 你又在比较好的一个地段 你所谓的一个房屋税 甚至有囤房税等等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你买新房子不见得比较便宜 比较划算 所以就有一些业者 他们就下了一个定论 他们说 其实重税真的比SARS更可怕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交易量 都没有像SARS 那么那么一个低迷 可是重税说实话 就台湾过去没有 其实全世界都有这个持有税 所以只是从没有变成有 怎么影响会那么大呢 没有变成有 影响当然就很大了 因为这就好像是说 我们如果说你以前是一个 向来是一个90分的一个好学生 后来你成绩变成50到60分 大家都不能够接受 那这个税其实只是其中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当然就是因为 你房价垫了这么高 我们房价所得比 其实在全世界是排名前三名的 好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很多投科他的压力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他现在面临到的一个挑战是 房价跌 还有房屋税 重税要缴 租金又收得很烂 我们来讲一个人的故事 居先生 居先生 操作股票很厉害 所以他在28岁的时候 就靠着炒股 自己就买了一间房子 就没有想到炒股这么多年到08年 遇到金融海啸嘛 所有手上的股票 赔钱的赔钱 断头的断头 几乎都已经没有其他的一个资产 幸好 Holigar在 他还有两间房子 那两间房子 他就想说 这两间房子 反正我就把其中一间租出去 收租金 这样子我生活还可以这样过得下去 就没有想到五年之后 他就发现 哇 不得了 他的房子居然涨了七成 也就是 2000万的房子 瞬间变成3400万 那他就觉得说 哇 原来 草房比草股还好赚 所以他就决定 在2014年的时候 把他那两间原有的房子 卖掉干嘛呢 去另外再去 买了三间的一个小套房 他就觉得说 这样子租给三个小家庭 我可以赚更多 好 问题是 他是2014年做的这个决定 换句话说 他这三间小套房子 买在相对的一个高 他也卖在最高 也买在最高 对 可是他买的时候 是买2200万 没有想到 后来到去年 是跌到只剩2000万 现在跌到1800万 等于一间就赔了400万 所以他就在想说 怎么办呢 如果我现在要卖的话 我等于是三间 总共赔1000万 那如果我不卖的话 我还有那么多的 一个房屋税要涨 所以他后来想了一个办法 那我有三间 我先卖掉一间 对不对 用这一间 赚到的钱去缴房屋税 可以没有想到 真正卖掉之后拿到的钱 怎么涨那么多 原来他发现 他的一个土地功耗 现实体 刚出又涨了三层 再次复养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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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复养一根